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1月17日 今天视频给大家出的有点晚 主要原因是本来想等乌克兰公布新的赫尔松地区的战况 目前没有新的变更内容 我大致把前一天的情况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条黑线是双方乌方的大致的控制线 这是俄方的控制线 乌方的控制线是从杜德恰尼开始穿过特里夫尼夫卡 他大概是在这么一个方向 中间有一个地带是双方还在争夺的地方 我们昨天谈到乌军是从两个方向有大规模的进攻 一个是这个方向,沿着河边走的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是从中间过来的 也有说法是沿着这个村子过来的 应该是沿着中间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为什么呢?我们观察了一下 俄军乡给出来的一些信息 他炮击了这些地方 炮击了这些地方 乌军也炮击了这些中间的一些地方 所以证明这些中间地方是有双方的战斗 但是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 我认为还是有战斗在进行当中 这个方向的分线我们待会放一下再说 先说一下斯尼夫瑞夫卡方向变化不大 西边赫尔松北部西边这边变化也不是特别大 我们知道在米洛维也就是MyLife这个地区是有俄军一个战术营 他在中间也有在斯尼夫瑞夫卡也有他的野战集群 在这个正面方向有乌军的很多的番号 人数可能相对比较众多 但是目前没有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就是俄军始终在控制着这个防线 那我们说这个乌军这次战斗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这次大规模的战斗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从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俄军已经开始把赫尔松地区的行政机构开始撤出 撤离到他的后方去 这个赫尔松地区的后撤呢 也预示着这个在这个区域内啊 这个俄军要把非战斗人员全部撤离 也就是说他要把他的后勤集养 补充给这些最需要的战斗人员 目前呢在这个辛卡霍夫卡 还有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辛卡霍夫卡 还有这个赫尔松地区 这个安东诺夫斯基桥附近 俄军的还是保保留着一定的这个运输能力啊 包括这个辛卡霍夫卡被炸的罢桥 据说周边也有俄军临时有搭起来的桥子 这样呢我们再说这个 再说这个区域的战斗啊 这个区域的战斗呢 实际上就是说反映出来俄军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上他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野战能力的 也就是说他在两个这个乌军主攻方向上是有相应的部队能够顶住 并且呢 短期看呢他这个阻击的这个绝境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战斗呢就是说肯定会加大俄军的损耗 因为我们看昨天俄军这个在这个区域的炮击就在增加 所以这个这种战斗的增加呢 他也是一种试探 另外也是一种对俄军的消耗 这种战斗次数多了以后 俄军的弹药量就会下降的比较明显 另外呢 对于像一些装甲运输的车辆 战斗的坦克 他的油耗也会大量的增加 就是说补给的压力会随之上升 因此呢这个这种过程的增加呀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就是说也是对俄军的一个测试 目前看呢俄军还是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对抗 什么时候这种战斗会结束 我认为也就是说俄军开始准备扔东西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后勤跟不上了 把这个区域的战斗就会结束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关注我的频道